在世間 車風擋雨 有一種愛 從六歲到八十也不甘改 任我飛 天空開闊 前望將來 寒或暖 有笑容可一可在 遙遠 赤身參與漫長競賽 回家這路線 快樂到京四邊覆蓋 越行越遠 困倦了總有家中 這都沒有為我開 在世間 不聲不語 有一種愛 從潤到 叫鐵石種出花開 任我飛 不經不覺 背包超載 情或語 要記住相親相愛 無限戀 最後是這一種愛 馬藏大師參展電影準備開始 怎樣才算是朋友?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 哪有定義的 哪有定義的 朋友可以為他上刀山、落油窩 兩協插刀、一摳即告 哪有這麼複雜 一個杯麵兩粉吃 一份糧兩粉洗 一方兩難,八方知詞 說得雅 好了,到你們了 你先,英俊 朋友,朋友就像我和V娘一樣 這樣吧,縱市相隔了幾千里 但仍然成人好像在我旁邊 但這星期上庭的案件 不要讓我看壞 霞姐呢? 朋友嗎? 朋友就像梅菜瓣魚、豆豉、烏頭 你不要壞又討厭 我看不起你 我到這邊到那邊,加油… 朋友會嫌你打雞樓、煮臉頑 做人不夠聰明 但有事的時候絕對不會閃 你那些單陰折語 你怎麼會這樣做? 我認為朋友是負責兩個身體的 一個靈魂 你不是律師嗎?說一九九 純粹是我的個人意見 你不需要認同 不過有個人意見你一定要聽 朋友的定義嗎? 即是我被兒子飛或女兒秒 那些朋友 你應該馬上追求一個兒子 或女兒 然後狠狠地飛過去,幫我秒他 那我一定不是你的朋友 最多都是同屋主 我有朋友 我不會幫你做這種事的 朋友… 靈哥,你怎麼看? 有酒、有藥 不就是酒藥朋友 你說什麼錢? 你看叔叔多疼你 你說做兩問 我立刻幫你找資料 但是… 每個人都不對題 不對嗎? 我回去問問佛洛伊德 拿著… 這樣吧 當家 你覺得朋友的定義是什麼? 那家人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當家是極少數的 也沒有代表性 當家的時間都給了家 還沒空要認識朋友 來,拿給大家 朋友 朋友 吃水果 爺,你覺得朋友的定義是什麼? 朋友? 好 正如龔子珍所說 萬人從中一握手 使我衣袖三年香 大哥 什麼香氣這麼厲害? 香足三年? 是 爺爺,你可不可以淺一點? 簡單來說 無論是兄弟也好 或者是兄妹也好 不一定是朋友 但是好朋友 必定是好兄弟,好嗎? 好 好 拉姑,你又有什麼高見? 我覺得朋友就是如果我殺了人 我會找他過來替偉知滅跡 我不會 怎麼樣?還在課偏論文嗎? 是呀 原來朋友的定義很空泛 可以什麼都是 也可以什麼都不是 嫁得我都知道怎麼寫好了 放鬆點,給自己時間 慢慢消化一下 題目就能寫得到 阿哥,你看看 像不像一個人的樣子 馬智妮,你是大學生 我先進房間 阿哥,你看看 像 我是不是很低B嗎? 我和你的幽默感 只是不同年齡群 無關的 這些東西 你可以找到你的同學分享 我的同學會說我低B 你不用說什麼 自我感覺良好就行了 不糖水吃 又有糖水? 是呀,真的嗎? 不可愛嗎? 我覺得挺可愛 是呀 孫妹 救命呀 明天早上突然加了一場外景 要我弄頸鏈 我想你幫我做替手 明天早上? 我下午要上學 不可以太晚 那就對了 我們應該十點到十二點 我想說得及 我叫人明天九點半去接你 好呀,明天九點半我等你們駕車 對呀 你真是好人 這麼急都肯答應我 最重要是幫到你 明天早上見,再見 再見 再見 其實你送我去巴士站就可以了 不要緊,我還是相信你下一個地點 況且我臨時臨急要你幫我 如果令你趕不及上學 我就不好意思 謝謝 再見 謝謝你 你說了很多次 如果今天不是有你做替手 我也不知道要NG多次才能完成這場戲 明天四月六有月要你幫忙 沒問題,下次見,再見 再見 孫妹 孫妹…我很喜歡聽你唱歌 我可以跟我們… 不好意思…今天孫妹趕出去工作 子莉…你幫我問吧 大人,你要走了 原來你們是子莉的朋友 我想拍張照片很快 好呀 謝謝你們 子莉,我真的走了 再見… 謝謝… 孫妹這個人很友善 如果不是子莉在這裡 她也不一定會理會我們 子莉,你很厲害,跟孫妹這麼熟 不是,我也是剛巧在劇場幫她做替手 大家聊了兩句而已 親自送你回學校 一定當你是朋友 朋友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 跟她是挺好聊的 不過我們的話題呢 都是圍繞著整手鏈 和拍劇的東西 都算你搶不完 人家是明星 看你這個學生妹有甚麼好 現在要借你的手 那時候就扮朋友 拍完這部劇 就不認識人了 孫妹又不像是這麼小的人 明星做甚麼 做戲嘛 這麼容易讓你看得穿嗎? 謝謝 謝謝 孫妹這份人很友善 每次IT都叫我那份 那一杯飲品值多少錢 你做替手做得好 十幾元替避吧 她真人也不錯 只是想鏡頭包了一點點 你別這麼說人 做明星就要被平頭穩足了 我覺得也不應該這麼說朋友 你不是這麼天真當人家的朋友 你是人家替手 他們在利用你 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已經知道我會做手飾 還帶著來拍照的 說利用 好像我利用她才是真的 你只戴過一次就行了 之後也沒見她再戴過了 可能這條鏈和平時的衣服 不是很合得 那倒是 你那些家邊貨仔 用來上鏡 又真的不夠班 Joyce 怎麼這麼巧 吃了飯了嗎 吃了,接下來有糖 那錢包好嗎 好,我又喜歡這個顏色 謝謝 那好吧 我那小時了 遲些再約你喝飲品 再見 好了,被她見過 明天可以更換 你不是說喜歡的嗎 很漂亮 很漂亮,你又用 就是被她見過我用過 有交代 最煩的就是這些 熟悉就直接跟她說不喜歡 不用跟她生氣吧 只不過藏了這些無謂禮物 隨便用一次半次給她見過就算了 不是說你 你送給我一條鏡,我有戴價 你吃月餅吧 你拿過來這邊 我吃月餅 芷妮,你拍劇都經常見到孫妹 為甚麼回來還要上網看她的東西 老闆 如果有人送東西給你 但又不適合你的心水 是不是要在別人面前用一次 才叫做認識人情細故 那也是一種禮貌 那就是說 如果別人用完一次 以後都不再用 代表應酬我 如果你要籌的話 是否認識不當我是朋友 你在想送給孫妹的鏡子嗎 我之前送給她的鏡子 我只見過她帶過一次來拍照 之後也沒有再用過 可能是這麼巧 人家是明星 那些衣服不是經常重複穿的 那些飾物要適合衣服才行 原來你怕孫妹不當你是朋友 難怪這條鏡子弄了一半就停手了 這條鏡子又是弄給孫妹的嗎 對,她的劇快拍完 就打算弄一條送給她 你這條鏡子送給她,她不帶 但我覺得孫妹不是這種人 我又不是這麼想 現實歸現實 現實就是明星不會跟你做朋友 莊媽真的很少說得對 你們實在不應該為了安慰阿子 強行把這個世界說得這麼美好 但這個世界並不是你們所說的 這麼黑暗的 你相信我吧 我跟很多明星打過官司的 還沒打之前每晚跟你吃飯 打完就不認識別人了 我也明白 朋友不是單方面,我說是就是… 所以我怕自己多做一點 智莉,送條鏡子是你自己的心意 不用管別人怎麼看? 如果當你是朋友的話 拍完電影之後她也會找你 所以送不送鏡子根本沒有關係 沒錯了,子妮 隨自己的心意 凡事隨緣就自在 是 這幾張照片都要抽起來 不能放在書妹的官方網頁上 這幾張照片拍得不錯 還少得多甜 對,拍得很漂亮 但你看看,這幾張照片 都是帶著同一條鏈 如果被人發現 還以為她不能替換 原來是她的經理人抽起了照片 你怎麼看? 子妮,你怎麼這麼早在這裡? 今天拍得很順利 待會兒補給我看我做鏡子 這個照片應該差不多拍完了 我做了一條心鏈送給你 你看你喜不喜歡 謝謝 很漂亮,很喜歡,謝謝你 這條鏈我是看台灣的手作 是由我達人召喚本須學回來的 我聽過她的名字 她教人做的手飾很漂亮 如果我學會用銀線 相實一點 本寶石會更漂亮 不過真的很難學 我試了很多次都失敗 所以現在送給你這條鏈 只是簡單版 現在也很漂亮,謝謝你 你結束那場戲 我可以戴著來出鏡子 我現在馬上戴,可以嗎? 當然可以 漂亮嗎? 謝謝你,很順利 雪妹 今天插課 我幫你約了一些記者做訪問 差不多時間了 好,我可以走了 我先做事 今天拍得很漂亮 這條鏈很漂亮 雪妹,今天拍完這部劇 就插課了,有什麼感想? 其實也很開心 第一次拍劇 就可以拍到一部感人的劇 這次拍攝過程 也學到很多東西 而且很開心 我們看過你播出的影片 之前你在電影裡自己做手式的手勢 很純熟 一定學了很久 一定 孫妹為了拍好這部劇 所以事前她已經找專人 學了一個月 在拍攝期間 她每晚回到家,收了廠 都不緣分 寧願練了幾個小時 你很辛苦 我真的每晚有練 不過天生笨手笨腳 年紀也做得不好 所以我找了一個人 做我在劇中做手式的剃手 難怪你在電影裡 做手式的手勢這麼純熟 你也覺得我的手勢很漂亮 那就要謝謝幕後功臣 做我剃手的手式高手 馬芷妮小姐 她也在 芝妮,你過來 這位就是真正的手式高手 馬芷妮小姐 我在電影裡 全部做手式的氣氛 都是她替我的 可不可以跟你們拍張照? 你不介意吧?來吧 芝妮,你很厲害 連新聞也說 你替孫妹做剃手 還稱讚你去首飾達人 勁就勁在她 不介意走出來踢爆自己 弄得不好要找剃手 還叫你出來見記者 真厲害 我也想不到她這麼說 現在見了布 將來芝妮你開班授教 吃了很多人搶著光顧 別開玩笑 我現在只是看書學學 哪有資格教人 這麼好的宣傳機會 你應該把你自己有吉格子抱 捉到他也不會脫脫 孫妹不被嫌拉近我拍照 已經對我很好 怎麼可以利用她來宣傳 這些情況當然要互相利用 朋友怎麼可以互相利用 你以為她真的當你是朋友? 看事實很簡單 說不定她知道這件事 早晚會穿給觀眾知道 才藏著細造場戲 告訴別人她多麼大方 多麼包容 做好自己的形象 在昨天之前你這麼說 我可能不會回答你 但我現在可以很肯定告訴你 書妹真的當我的朋友 那你就慢慢看 到時候拍完這部劇 她之後會再找你才算 好嗎? 好幾乎 好幾乎 我可以看 了 我不是說得很不 affir 你的原因 想要一個多點 不過他這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只是想想想想想 www.Honeyitezch.com 子妮 ма妹 我這次剛才到台灣回來 你何時去了台灣? 我一排完這套劇就馬上接到一個旅遊特輯 這兩個星期不能去日本 之後也去台灣 難怪無你的消息全都失去 不好意思, 因為整個行程都很急 都沒時間跟你說一聲 不要緊, 做事比較重要 我記得你逢星期一 都在這個時間放學的 但又怕打電話會吵著你上課 所以就來看看能否碰到你 誰知真的被我碰到你 你還記得我說過的話嗎 我還記得你放學不用馬上回家 怎麼樣?有沒有興趣一起去醫院 當然好, 我們去哪裡 不如你帶我去一間 你覺得好吃的地方吃吧 那裡你應該不適合去的 我和你都是用口腔和肚子吃東西 怎麼會說對你不適合我 快點, 走吧 嗨, 嗨, 嗨 嗨, 嗨 我也說不是每個地方都適合你陪我來的 剛才那個車仔麵當 麵都還沒叫, 已經有十幾個人 找你拍照, 拿簽名, 再這樣下去 肯餓死都沒吃到東西 那在這裡吃就沒問題了 真的很久沒吃車仔麵了, 特別好吃 你吃點魚蛋吧 包裡也吃過了一層味 真的嗎 很好吃 比日本吃的懷石料理還好吃 滿足了 朱莉, 要不要手信 是呀, 鴨舌, 還是鳳梨酥 錯了 這次我去台灣去一間高級餐廳拍攝 剛好被我碰到一個人 我還很大膽、很冒冒地叫他 幫我拍這段影片 哪個人這麼重要 手作達人曲曲啊, 看 這片段是拿著香港的霜梨下 幸好他也知道我是香港藝人 所以很大方地答應了 幫我拍這段影片 一名是來襯托磅寶石 可謂一拳難經 大概的工具有三個 首先是用磅寶石的圓形 作為衣櫃做出石丹的設計 然後採找石丹的材料去配合 我現在做的這個示範 是一顆半圓形的寶石 所以這次我選了一個比較粗的銀絲 謝謝你, 孫妹 我說的話你也記得 你對我真的好 朋友說的話當然記在心裡了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